請 請 請 拔河源自於古人的祭典與慶典之中 兩方進行對拉 只要讓對方離開原來的區域 並將獲得勝利 如今拔河已经成为世界运动会的 正式竞赛项目之一 2010年意大利世界杯冠军 2012年苏格兰世界杯冠军 2014年美国世界杯冠军 2018年南非世界杯冠军 这些奖项及奖杯 都来自于同一所学校 景美女中 她们也从平凡的高中生 成为人尽皆知的神力女孩 拔河队的同学 她们就是从早上成超开始 大概训练一个半小时左右 她就必须赶快去吃早餐 到合作社那边去跟阿姨买早餐 然后也是很匆忙 然后到教室之后 她们从八点开始上课 上到五点之后呢 就是整天的课程结束 她们就要开始做 每天最重要的训练 就是课后的训练 那训练的部分就是 有拉伸或者是体能的部分 那在这个整个训练完之后呢 大概都已经差不多九点多了 九点多 她们整理完装备回到宿舍 才能开始就是吃晚餐 因为还有一些功课上面的课业 然后老师的要求 她们必须在吃完晚餐之后 然后去做她的功课 所以整个流程下来 可能都已经要十一二点 那另外还有最辛苦 就是在比赛前的时候 她们可能还要增种 吃完晚餐 做完功课 洗完澡 灌洗完之后 可能就还要再吃宵夜 然后就是吃到她的目标体重 这样子才算是一整天的 那个训练活动结束这样 因为她们在一整天的课程之后 也是相当疲惫 那在晚上那些训练 她们除了绳子 还要跟机器对拉之类的 那些强度都会比较高 所以她们在这些训练上 其实她们有时候 有些选手其实是不太能适应 尤其是刚心进的一些同学 她们常常就是 因为也许是训练上技术 可能跟同学没办法 就是相比 然后在队上 可能排不到她的那个一个位置 因为这是一个团体的运动 好的是大家会互相鼓励 所以同学间的感情也很好 如果就是有同学想要放弃人 他们也会就是 就是鼓励他们啊 就是希望他们可以留下来 大家一起继续努力 所以他们的感情会更好的 因为我国中开始练 练法盒 然后看着国中的学姐 然后都上来几次 然后就是 然后之后就陆陆续续都有出国比赛这样 我就想说会跟他们一样 因为本来也不知道要干嘛 然后学就说 那就来精美当我的学妹啊 我本来以为是 足球是我的梦想 结果我后面踢觉得 不是我的梦想 我觉得拔河才是我的梦想 进来 在心里想就是 想要当一个国家队的人 因为我看了志气 我觉得学姐就是 就是他们有去一栏一训 然后他们拉引男生 然后就觉得很感动 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 然后学姐和教练都很关心我们 助勤学姐 因为她就是 她是就是我的直系学姐 就他们会抽我们 然后她抽到我 可能刚上来就是没有鞋子 衣服什么就是都是她帮我找的 然后很多事情都是她帮我解决 就是她的脚有受伤 然后可能就是 有些动作就是无法那么得到位 就是可能姿势会有点不好看 然后就有伤口又要 就有伤口又要带去练习这样 然后就是可能需要一些鼓励或安慰 然后刚好她上来高中的时候 我又就是抽到这个学妹 然后我就照顾她 就是给她一些鼓励 希望她不要放弃 进来的时候就很操又很累 就是 就是很想要 有点想要走这样 但是 就是有学姐 就是一直在我旁边鼓励我说 要撑下去什么这样 然后就也有 学姐会教我怎么动 就是动作要怎么去做 就这样每天这样子一直练习 就是姿势有越来越好 然后就有得到一些鼓励 就很开心 然后就有上到比较好的位置 刚进来就觉得这个地方蛮严格 可是之后习惯了之后就觉得 跟这个团队就是这样子 技术上然后心理 还有态度上面一起进步 就让我收获很多 就是觉得以前国中 就像屁孩一样不太懂事这样 那因为以前的眼中只有练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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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其他的东西都不会顾 然后就是现在就是不只练习 还有做事 还有对 就是其他方面也都很重要 对 就是我觉得教练 教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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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这些 让我知道就是 把这些小事做好 你练习才会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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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五月多的时候 我们又比了四万 因为那时候比一比我突然 就是过多换气 然后就是最后一场关键的比赛 然后因为因为我 然后自己 自己没有调好自己的那个 那个呼吸 然后就自己过多换气 然后本来教练要换掉我 然后换另外一个同学上来 然后我就跟教练讲说 教练我不要 我要继续拉 因为我看到郭老在旁边为我们加油 然后我讲说 我不要放弃好了 我就继续拉 然后我就一拉拉拉拉 然后就拉到瘾 就比赛结束了 然后我就是在旁边 自己安慰自己 然后这个学姐全部就过来抱我 讲说因为你做到了 自行车起誓 被车撞到整个人摔进路旁的水沟 早站骑单车上武岭 却遭酒驾驾驶从后方追撞 从此四肢参患 只能躺在病床上 他在七月骑自行车挑战武岭时 遭酒驾男子从后追撞 至今仍然半身瘫痪努力复健 我得知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到现在印象很深刻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我不在国内 所以第一个时间 我没有办法过去看他 了解他的状况 是我最着急的 那我记得是念智老师打电话给我 他说他有急事找我 那我跟他说我在新加坡 去年我带团去新加坡十几天 后来念智老师跟我说 发生很严重的事情 就是他发生惩祸 而且非常严重 我们一般听到说被酒驾撞到 然后应该都是很可怕 而且他又是骑脚车 在那个武岭的路上 那知道他很严重 在加过病房的时候 其实我最着急的是 我没有办法马上看到他 我没有办法马上在国内做什么 那时候念智老师告诉我的状况 我其实是比较悲观的 因为按照他们讲的那种状况 他要复原的希望 几乎等于零 对 然后那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因为完全不会想到什么 把他对起来 我就想到说 他是我的老师 他是我的同事 他是我的兄弟 然后他发生这么重的事情 然后他的家人也举手无措的时候 真的就是只有一个乱自了得 就想不出其他的东西 只想能救回来 能救回来算 救回来 都不敢再期望他会复原 至少先把命救回来 就是从车祸全滩 到现在可以自己 自己要有福啊 可以自己走路 有很保护可以自己走路 大概像早上也走了 大概两百公尺了 已经慢慢地在进步了 就是身体因为中心神经受损 所以会有很多张力出来 那些都是突发状况 可能我脚想要弯曲往前踩 但是他却是做不同的 用力的方向会让往后 会伸直往后 所以很多不是我脑袋可以控制的 对这部分是比较麻烦 但目前是都还 就行走部分都还OK 只是细部的动作是像手 推步的功能比较差 细部都是无法做的 但是简单的吃饭是OK 哪东西都OK 但是太细部的东西是没办法去完成的 包括生活治理也是没办法的 也是没办法的 但我还在努力啊 我在努力 对 那一生看到我从全滩 到现在这个样子 他们也觉得 我赚恢复蛮快的 因为我上到高位的颈椎 第二节到第五节 也也赚了两个固定器 他们说我恢复成这个样子 也蛮惊讶的 虽然 每天 他其实每天都会掉眼泪 真的 但是在天亮之后 他就还是很努力的 把他的复健课表把它做完 那他也希望说 能够再越来越好 当然 他的心中是有很多的不确定 因为比赛之前 他其实对每一场比赛 他都做了全面的准备 然后就是 心中其实都有一个定数说 大概可以到什么样子的 一个成绩 但是他的努力和振作 跟他受伤之前比起来 不但没有减少 甚至是加倍 那我们一直都是同样的想法 就是不管怎么样 明天一定会比今天更好 吃掉变 再来 五秒而已 不行的 所以我常常跟他们讲说 你来景美应该 在你毕业 国中毕业之前就知道 我们学校是很 有个魔鬼教练 很机特的教练 你也知道我们这些训练是很 严谨的 是很辛苦的 因为读的是一般的 普通班 不是体育班 可能训练上也是没有什么时间 让你休息的 要兼顾学业 又要兼顾信念 是很两难的 那他们早就知道了 那我刚刚说 其实教练看你们 其实也不是 以一般人看你们 是高中的小女生 其实不是的 你们只要既来景美 我都是认为 你们是未来国家队的选手 你们是未来世界金牌的选手 所以就用那种 国家队的方式来要求他们 希望他们能够 未来真的能够如我们所愿 希望就成为国家队 所以一开始都会不适应的 因为他们不再是高中生人 他们是未来国家队选手 所以就是他们要求他们 那他们因为受不了 因为国中毕业才四五岁 这样从家里要住宿 又不能回家 六日女要训练 很苦的 有时候打个电话 听到爸妈的声音就哭了 有隔岁教养 对阿嬷的声音也是哭的 有时候回去的时候 那隔岁教养阿嬷更舍不得 看到孙子都练到手都磨成茧的 其实都很舍不得 对 所以除了我劝他们之外 其实家长也会帮忙 还有他们国中班的教练 也会跟他们讲说 苦过去可能一年而已 然后慢慢就习惯了 就不会那么辛苦了 对 对 那家长部分是 一开始是比较不一样的 其实家长一开始 有些人不希望他们 女儿来这里读书的 因为太远 太远 那后来练习完之后 女儿哭得回去的时候 我们就有这样 回去的时候 爸妈说你不要练了 那女儿 那女儿说 没关系啊 这都会好的 也不痛的 只是有疤痕在而已 保育一下安慰爸妈说 他OK的 你不要担心 有时候变成这个样子 他会想走 其实每一届都会有 只能靠同才 靠学姐 让他有舒抑的地方 平常跟他多聊天 都注意他们是不是状况有异样 然后我们也尽可能 看一眼多他国中团的教练跟父母 那慢慢地把他绣回来 其实我去南非的时候 2010年的时候 第一次去室外比赛 室外比赛的时候 我帮你乔包 那每天都会来自己煮饭 煮 焢肉饭 煮什么台式的饭 来给我们小朋友吃 小朋友等于吃到他们的便当 非常的 非常的握心 那每天都来 连那边的 那边的 有个南华市的住址 也会来帮我们加油 而且那时候他们有个林青青会长 也是邀了好多的华侨 去看我们比赛 而且他们拿的是国旗 看着我们比赛 所以我们都非常感动 那比完赛的时候 我们拿到冠军 是 百年来 亚洲人第一面拿到世界越数 中国在金牌的国家 对 这是我们 对啊 然后当场有个侨胞 大概住南非住了快二十年了 他说 他说从来没有赞南非啊 从来不知道当台湾人 是可以这样这么骄傲的事情 所以那个比赛 他觉得 他很骄傲 他身为台湾人 对啊 那 我们听到其实蛮感动的 四天的比赛都来陪着你们 那最后他们也掉眼泪 做他们以台湾为荣 好可怕 老师我还会吃三包耶 我跟哥哥拍他后来 他一个人一天吃三包泡面 他 他哥哥他 三包 你不能拍我的双下包啊 太不营养了吧 太不营养了吧 没有我们有盪跟勤快 松开就是营养啊 晕快超营养喔 如果要比赛点还会像这样煮 不 我们会自己煮这个 就是清菜 水煮 对 水煮 然后加烟 然后过磅当时我们可以不喝水 对 哪一天 过磅当时 就喝水 其实每次过棒 就是类似那种世界大赛的时候 看他们就是减重都是减得辛苦 因为我们平常就是在整整 让我们的体重可以维持在一个标准 那到过棒之前就会要减重 那像去年2018年在徐州的世界杯 我们住的那个饭店的走廊很长 我印象很深刻 那个选手就是在过棒的前一天 就是在那个走廊来回地跑跑跑跑 一直跑 穿着鱼衣一直跑 穿着外套再加鱼衣一直跑 跑到其实我看到很多学者 其实都已经受不了了 都倒在走廊教练看不到的地方 去年的南非世界杯室外赛 他们就是因为通常都会有一个 四磅的那个体重计 他们会先去试两 他们俩没有过 然后就有几个同学就去厕所 把头发 本来很长的头发就去把它剪掉 一把 然后对啊 回来大家加加加加一加才过的 对因为他们就是太辛苦了 所以他们就想说把头发剪掉 让重量减轻这样子 让大家都不用再那么辛苦 就赶快让团队的重量可以通过这样子 其实这次比赛压力真的蛮大的 因为前几次我们学妹就是青少女的部分跟高中生的部分是输给就是对手的 对然后但因为团队出事以后大家其实大家都在看我们到底有没有办法再把这个队扛起来 然后而且我们在得知团队会到场为我们加油的时候其实对于我来说心理压力层面其实又再更大一层 但是我知道她的来对选手会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们也很希望她能够到场为我们加油 到当天比赛其实真的压力蛮大的 但是选手都知道郭老师在看 然后也希望能够证明给她看我们是做得到的 记得我周飞选拔的那一天 其实前一天她出院 然后她透过学生来告诉我说 她想偷偷的来看学生 我就跟她说不可以 怎么可以偷偷的 就要光明正大站出来 让孩子看到你 而且要在比赛之前看到你 然后你在比赛之前就要跟他们说话打气 让他们今天有勇气有能力去把欧洲贝德选拔赛全部拿下来 所以那天她做到了 她犹豫很久 因为她妈妈告诉我 她太久没有出现在公开场合 其实她心理上有一些担心 或者有一些迟疑 然后她 所以她才想要躲在旁边默默地看 可是她说校长谢谢你 因为你的坚持 让我的孩子可以走出来 可以勇敢地走出来 因为她已经很久没有出来 她第一次是很难踏出那一步 其实我只希望他们在这个欧洲杯 能够拿到 Junior的市井赛的冠军 然后 虽然拿到真神的资格 可以保重大学的资格 那其他两个量级 520跟560 其实都是比公开赛 我也希望他们能够 在这段几天必须要兼顾 室内 室外 可以在欧洲杯比完之后 马上能够衔接到 自己资格的国内的选拔赛 希望他们能够拿到明年的代表权 郭老受伤一年后 郭老真的有更好 然后 郭老 希望你可以再回到训练场上指挥我们 不管是比赛还是练习 我们都还是很需要你 郭老加油 我们这次去欧洲杯的比赛 有比较多的量级 然后对我们来说 也算是一个新的挑战 然后希望我们都可以拿到好的成绩回来 然后为国争光 然后跟大家分享 这段练习时间 我们也花了很多的心力在训练 所以我相信我们的成绩一定会很不错 然后也会是大家满意的成绩 9月的时候要出去比赛 然后很开心就是 近几年来就是没有青少女 就是高中生的比赛 然后在今年我们高中生也选到了 接着就是我们会拿到最好的成绩 然后带回台湾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把我们最好的成绩 献给在台湾的郭老 一直跟他们说比赛 尽力就好了 尽力就好了 那输赢不用太在意 输赢是教练决策的问题 输赢不是输在你们 对啊 教练决策的问题 对啊 只说你们把平常训练的时候 做严谨一点 那比赛教练教你怎么做 没有把它呈现出来 那输赢其实不用太在意的 如果我们真的输了 那至少你该知道为什么而输 跌倒了至少你要抓起一把杀来 要继续教训 我知道根本讲这样子 那高兴赢得很高兴 不然是很重要的 但是也不要高兴太久 因为下个比赛马上就要来了 也这样鼓励他们而已 其实也没有很感性 也没有怎样 你根本讲说 其实尽量让自己心情 比较 比较起不那么大 输有输的好处 对啊 赢而赢得该高兴的地方 但是总规矩 你还是要正面看 要往前看 你接下来还有比赛 要整整理的 那如果没有带拔奥队的话 我会怎么做呢 其实我应该还是会一样 会找选手拿来参加校队吧 像我们这群拔奥队 但不只拔奥队 他们曾经也是去划过龙舟 还有选手去练铁饼的 也参加过全中运的 所以我想我是停不下来的 如果真的没有拔奥的话 可能就是很平淡的过完这一圈吧 所以其实拔奥带给我很多 不一样的生活 过来我爱你 我练拔奥十年 那如果我没有接触拔奥的话 我之前有想过 我比较想做美法科 就是因为小 就感觉女生帮人家洗头 感觉就很酷 就是可以帮别人服务这样 对就是如果没有走拔奥的话 还蛮想走美容科这一部分 如果我现在没有接触拔奥的话 我觉得应该当护士吧 我觉得只好护士这个地方走 那因为就是家人的话 人都有生老病死嘛 那我希望如果可以的话 我可以陪伴家人员的做一科 那就是当个护士 然后去陪伴他们 如果我没有结束拔奥的话 就当个很简单的上班子 就是我觉得拔奥改变我一生 所以我今年到朔一了 都还在跟他们一起练习 哇 我爱你 嗯